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历史上千古不变的九大铁律,为何到现在依然适用? 历史均说中国历史的发展,如同陀螺的运动,不停地旋转,一圈又一圈,周而复始,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,有某种横定的东西,始终保持不变。 不同的学者,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,从不同的角度,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。 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齐星野薄焉,齐王野忽焉定律,百羊写的瓶颈定律,秦辉写的黄宗熙定律,吴思写的血仇定律,阳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,以及水能载舟,亦能复舟定律等等。 时至现在,为何这些历史定律依然适用? 我以为到了现代,定能打破我们历史上,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,然而文化的精华经过历史的沉淀是历久迷新的,看看你是否能学到什么。 第一,铁律,象牙快定律,规律岂是一,一定不能有第一次,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,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,只是大坝一旦决咬口,洪水便会一泻而下,看一看那些贪官, 只要收了第一笔贵金,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,只是,人的意志力是多么薄弱,一旦做上权力的交易,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? 二,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,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,像癌症,就是进行性的,不断的发展,不会终止,也不会逆转,一直进行下去, 殷州王身边,虽有毕竿和其子这样的,贤臣,却无法劝阻他,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,其有效性显然不足,所以,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。 三,无法节制的权力加无限膨胀的贪欲,等于阴建不远,阴建贩只可以作为后人间界的前人失败之事,历史来源, 殷州王即位不久,命人为他着一把象牙筷子,贤臣其子说,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,要配西角吃碗,白玉吃杯,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, 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,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格短衣,住茅草漏屋,而要一锦绣,乘滑车,住高楼,国内满足不了,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一宝,我不禁为他担心,冯梦龙果然, 昼王后赴税以石露台之前,一收狗马器物,冲刃公事,以酒为池,玄肉被淋,十男女裸相逐其间,为长夜之隐,百姓愿而诸侯盼,王岐国,自身复活而死,第二定律,兔死狗碰定律规律启事,自古患难一共,富贵男童,历史来源,愿王勾建,为报仇雪恨,卧心长胆,精神非凡, 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,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,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,成就大业之后,一个被杀,一个逃跑,杀文种的时候,狗剑说,你教我灭无七种方法,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,你那里还有四种,把他带到先往哪里去吧,此前,发离曾规劝文种,飞鸟进,梁工藏,叫兔死,走狗喷, 岳王为人常景鸟绘,可与共患难,不可与共乐,半离之志,显然高过文种,终能免于一死,第三定律,包围定律规律启事,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,权力越大,包围就越厚,历史来源,诸葛亮在初识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, 亲贤臣,远小人,此先汉所以兴隆也,亲小人,远贤臣,此后汉所以兴腿也,兼臣和小人,虽为人所不持,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,却占有重要地位,皇朝的灭亡,国家的劫难,往往与他们有关,史记中有宁新传,汉书中有兼宁传,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,元史, 宁史,辽史,明史等正史,中都有兼臣传,兼臣在历史中的地位,史家不敢忽略,指鹿为马的赵高,口密附件的李林甫,祸国六贼同冠,高球,蔡京等,陷害忠良的秦桧,两面三刀的严嵩,无法一一列举,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,可以排列成大军,浩浩荡荡荡,只不过,这支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,他们所起的作用,就是包围, 第四定律,敌界定律规律气势,敌人的存在,是为了更好的自己,历史来源,唐代有宗原,有一篇题为敌界的短文,其思维罗基与常人常理,完全相悖,不含哲理,是一篇奇文,原文,皆知敌之求,而不知为意之由,皆知敌之害,而不知为力之大,秦有六国,晶晶以强,六,国祭楚,淡淡乃亡,近败楚焉,泛文为患, 立之不图,举国造怨,孟孙恶赃,孟死赃旭,要识去疑,无亡无日,智能知之,有足以威,审今之人,曾不是私,敌存而去,敌去而武,肺被自营,知义被遇,敌存灭惑,敌去照过,有能知此,到大明波,成病克寿,观状死报,纵欲不戒,匪于衣帽,我作戒师,私者无救,一文,人们都知道敌人对自己是有害处的。 躲都来不及,但是柳宗元却不这么认为,他认为,有敌人不是坏事,而是好事,是对自己有利的秦国,在与六国对抗的时候,为了能打败敌手,而赴国强兵,然而当把六国打败后,却因为没有敌人,而自己放松下来,不再赴国强民,而开始衰败下来。 晋国打败了楚国,认为这是晋国的祸患,晋国的国君不听范文的劝告,因为打败了敌国,而不强胜自己的国家了结果引起了权。 国怨声在道孟庄子,讨厌赃孙哥。 掌孙哥死后,孟庄子很伤心认为是自己病的药物,没有了自己也会在不久后死掉。聪明的人知道,敌人存在的时候,我们会借交借造不会自满,小心敌人不至于得意忘形。 然而在敌人消失或不存在时,我们往往会过于骄傲会得意忘形,会自满,会不注意自己的形势,慢慢的,我们就会因为这些,而招致护患会尝到失败和灭亡的结果。 警惕疾病的人,或延延易兽儿,自认为自己强壮的人,反而会突然死亡。 第五定律,彭党,定律规律启示,物以雷据,人以群分,人就像一只蜘蛛,每个人每天都在编织自己的网,网越大,越结实,不获就越多,历史来源。 唐木宗时期,以李德宇为首帝氏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,以李宗敏,牛宗如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,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结,清亚达四十年,史称牛李彭党之争,各朝各代都有彭党,帮派,彭党现象的社会根源。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宗法社会,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,例如《红楼梦》中贾王世靴,四大家族,互相以持,结为势力,更有皇亲国妻,达官贵人,彼此回户,构成一个不杂体系。 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二,亲不见书,后不见仙,有归有举,第六定律,黄宗熙定律规律启示,有些改革所带来的幸福是短暂的,要长久造福于民就必须根治,历史来源,所谓黄宗熙定律是由秦辉先生依据黄宗熙的观点,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,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,但每次税费改革后, 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,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,明清思想家黄宗熙称之为积累莫反之害,详细内容请看,现代学者秦辉的论文,并随时改革,与黄宗熙定律,第七定律,五世而展定律规律启示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富不过三代,事情总是在不断转, 我们要学会居安思维,时刻准备着由盛转衰,历史来源,孟子离楼章俱下,原文是君子之责,五世而展,小人之责,义五世而展,则是值一个人的功名事业对后代的影响,展,意味断了,没法再继承,1856年到1860年, 太平军两次打破为昆天经的清军江南,江北大营,取得大捷,有人说,虽然打了胜仗,但贺关上却帮了清廷的忙,何以这样说,驻守江南,江北大营的,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陆营兵,陆营兵射箭,箭须发,尺马,人堕地,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,两营溃 一败,香军成为清廷主力,形势急转之下,当年八旗兵入关,真是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,这只凶猛的老虎,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如此凶样,富贵人家,总是难以持久,是中国历史的规律,第八定律,圈大细柱定律规律系事,在原艺学中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,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支高过中心干时, 其生长势会强于中心干,最终取而代之,取而代之,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,终于成为强之弱干,在帝国的朝堂上,当帝王与陈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,也会有取而代之,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,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始不有,无处不在,历史来源清末权臣袁石凯,为大清帝国颂了忠,人称权大栖主, 蒋介石从,这件事中吸取教训,其遇下之术誓,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,立方黎米系,政学系相争,各派彼此争斗,前志,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,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,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,云云, 早年读过的书,印象十分模糊了,几千年的中国历史,有一个难解的结,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,那就是全大栖主,历史上全大栖主的事屡见不鲜,处成王儿子伤臣,逼迫成王自杀,吴国公子光派专注自杀王辽,西汉末有王莽篡汉,近有八王之乱,三国时期 有曹操等等,第九定律,皮毛定律规律启示,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,有利弊有弊,对于我们的成绩也蓄意分为二,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,依附于皮之上,当然很好,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德,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,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,绝无可能,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,似乎,也就成了一种历史上, 历史的必然,历史来源,皮之不存,毛将烟覆,这句话,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,千年之痛,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,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,秦之前,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,他们负极而行,周游列国,天马行空,十分浪漫,那时的人,他们集中装着的那份精彩,只属于他们自己,独一无二, 他们背负着他,走遍世界,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,他们的思想像明空而过的天马,高远而神奇,诸子百家,三教九流,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,喷涌而出,清泉汇集之处,是大海,激荡澎湃,秦以后的文人,他们的集中只有仙人的经书和教义, 他们整日纵用的,是别人思想的片段,文人们,没有了思想,失去了自我,干烈的清泉完全干涸了,天马没有了,只剩下一些衣服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,秦始皇统一中国,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,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,不过,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,车同轨,书同文,做起来并不难, 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,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,也难奏其笑,声明,高中历史GCLS11综合整理,如有侵权请联系,转载请著名